两个改变世界的老对手老朋友 就一直在休斯顿以养天年期间帮助自己的长子成功竞选美国总统 但他给世人留下的最深刻印象可能是在大约30年前的12月3日 曾和戈尔巴乔夫一起在一次首脑峰会上改变了整个世界 一再位于地中海中心的马尔他道 12月是天气最糟糕的时候 在柏林墙倒塌23天后 苏联游轮高二级号上的两个人 带领各自的代表团即将举行一场峰会 一是美国总统乔治布什 另一个是苏联最高领导人米哈伊尔·谢尔盖迪奇·戈尔巴乔夫 全球维尔两个超级大国的领导人 将联手主宰世界的格局 自从1946年3月5日 英国前首相丘杰尔在美国发表起目演说之后 全世界就陷入了冷战的阴影 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德国分裂、古巴打弹危机 一系列轰动世界的事件背后都是美苏两国博弈的结果 但随着始建于1961年的博弥强 在分割德国28年之后忽然倒塌 世界似乎看到了一丝冷战结束的曙光 这一年 布什63岁 刚刚接替布纳德里根成为美国总统一年多 而戈尔巴乔夫只有56岁 三年前 他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一把手 成为有史以来最年轻的苏联最高领导人 两人认识于两年前 当时布什还是美国副总统 帮里根出席礼仪活动 整个藏领的最佳人选 戈尔巴乔夫上台一年后 就跟里根在中立国瑞士的日内瓦 举行了六年来的第一次美苏首脑会晤 一年后 又在冰岛首都雷克雅埃克 举行了第二次会见 虽然两次都没有达成什么协议和成果 但至少为美苏关系缓和铺平了道路 终于有了布什上台后的马尔达峰会 当初在雷克雅埃克会见的时候 两国领导人满几位地处偏着 不会为媒体做关注 结果临到动身 才发现雷克雅埃克早已临及了世界各国的记者 美苏关系是当时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 美苏区与敌对或和解 都能对其他国家造成巨大影响 吸取了上次的教训之后 在马尔达峰会 召开的邮轮上 终于没有了密集如云的记者 要谈什么事 天知地知 你知我知 二载峰会召开时 戈尔巴乔夫的代表团里有元帅 外长和驻美大使 都是白发苍苍的老人 而不时则介绍一位35岁的黑人女性给戈尔巴乔夫 说 我所有关于苏联的知识都是从他那里得来的 这位女士就是康多利扎赖斯 那年年初刚刚进入白宫 在此后的三年从政生涯里 他就经历了美国对外政策 几十年来最富于戏剧性变化的年代 这时的赖斯在苏联和东欧事务上的专业能力 给布什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马尔他峰会结束十年后 布什邀请赖斯为他的长子助选总统 并且最终成功 但在马尔他峰会召开之际 后来的美国总统小布什 还只是德州游骑兵棒球队的合伙管理者 峰会召开前 在当时的美国国内 较为一致的态度是 美国和苏联是几十年的冤家和老对手 即便关系缓和 苏联人也不会轻易放弃竞争 所以不管苏联采取什么姿态 美国都要小心 不能轻易相信苏联提出的任何承诺 唐伊里可能裹着炮弹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思考克罗夫特 一代警告不实 不要沦为苏联作秀的龙炮演员 但不时选择了相信戈尔巴乔夫的友善姿态 不时为满十九岁就成为了最年轻的美国海军飞行员 在二战期间与日本作战时被击落 幸运地被美军潜艇救起 另外八名战友成为了日军俘虏 全部被杀害 战后他先是惊赏 赚到第一桶金之后从政 既当过美国驻北京联络处主任 也出任过中央情报局局长 在里根就职的八年期间 不时极力保持着低调 当里根1981年遇刺生命垂危时 曾有幕僚要求不时直接乘坐直升机 返回华盛顿准备接班 但不时拒绝了 理由甚至不符合副总统的规格 后来里根与不时相处融洽 里任时更鼎力支持不时竞选 与不时的为人处置有莫大关系 峰会上 戈尔巴乔夫的姿态是让步的姿态 而不时选择了相信 就像峰会前 许多幕僚建议他仔细斟酌举行峰会的提议 但在欧洲领导人如法国总统密特朗 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的劝说下 不时选择了召开最高首脑峰会 会谈的细节不为外界所知 但在会后召开的联合记者会上 戈尔巴乔夫表示 世界正在离开一个时代 而迈向一个新时代 我们正在一条通往长期和平的道路开端 战争的威胁 相互不信任 心理和意识形态上的争斗 都会被留在过去 但更加重要的是下面这句话 我向美国总统保证 不会对美国挑起一场热战 国际舆认为 正是这句话标志着冷战的结束 作为回应 不时则表示了对未来和平的乐观 我们能够实现一个长久的和平 并将东西方转化为长久的合作关系 这正是戈尔巴乔夫主席和我此时此刻 在马尔他开启的未来 峰会闭幕之际 作为临别礼物 不时送给每个参会人员 一小块柏林墙的墙砖 即便身处其中 但峰会究竟有怎样的历史意义 是绝大多数人都无法预料的 三虽然马尔他峰会 除了戈尔巴乔夫一堆口投承诺之外 什么实质性协议也没有达成 但当时舆论这样评价 这是继1945年美英苏三巨头 美国总统罗斯福 英国首相丘吉尔 苏联斯大林为确定二战后国际秩序 而召开的雅尔塔会议以来 最重要的一次会议 因为它标志着冷战的结束 之后波罗的海三国独立 海湾战争和两德统一的一系列事实都证明 不时和戈尔巴乔夫 这次在地中海上的会面 确实改变了世界格局 马尔他峰会半年后 戈尔巴乔夫应邀访美 受到了英雄般的欢迎和高规格接待 在日程安排中 他有四个小时都在不停地接受不同组织对他的奖励 年底 他被授予当年的诺贝尔和平奖 在马尔他峰会两年后的1991年12月25日 在戈尔巴乔夫作为第一任苏联总统辞职前的两个小时 他给不时打了一个电话 告诉他自己将不再担任苏联最高领导人 正在过圣诞节的故事 感谢了他为世界和平所做的贡献 并祝他事事顺心 这是两名总统之间最后的一个电话 在戈尔巴乔夫身处危机之时 布什就通过情报渠道向其传达了提醒 戈尔巴乔夫被叶列钦取代 后来长期复闲 还为LV拍摄广告 背景正是柏林墙 布什虽然有结束冷战的功绩 但因为国内经济疲软而被 克林顿取代 成为美国近四十年来 唯一未能连任成功的一届总统 2009年 垂垂老矣的两人再度重聚 未改善紧张的美关系出力 两人都早已不在其位 但二十年前联手改变世界的历史 让他们如同老友般相见甚欢 如今冷战早成历史 苏联也是过去 布什的长子小布什结束 总统任期也已经十年了 在布什事实际 87岁的戈尔巴乔夫 向布什家属发去宴殿 我深表哀悼 我们曾共同促成了冷战和核军 未竞赛的结束 布什如今自然已是盛极哀荣 而时日无多的戈尔巴乔夫呢 在十二月三日改变世界的马尔塔峰会之后 他即便盖观 多半也难以定论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